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國好聲音4 说是为了工艺募款而制作的 波多野捷一悠悠卡 无论是天使版还是恶魔版 全都成了烫手山芋 原定在超商贩售的 波多野捷悠悠卡 由于争议不断因此出现大逆转 未来在四大超商恐怕通通买不到 悠悠卡公司加码卖 但通路不买单 同意超商率先拒绝贩售 全家OK超商 也以观感不佳为由跟进喊咖 我们原本是预计 9月1号就要开卖 但是因为评估 就是社会大众观感问题 可能小朋友精子都很容易到 超商去购买一些商品 那这样子会很难把关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 不会贩售很多野捷的悠悠卡 目前四大超商 剩下莱尔夫还在观望 因为十年前莱尔夫 曾经独卖两万张王健民悠悠卡 野捷开红盘 这回要精算贩售女優卡的 利弊得失下周一才会拍本 贩卖的超商锐姐网拍通路 将按照原计划开卖 而悠悠卡公司指定的 三家颇多野捷一卡 收入的受赠单位 则是欣然接受捐款 做工艺惹争议三大超商巨卖 创下联手抵制单一商品记录 发行日期即将到来 在哪里卖颇多野捷一卡 悠悠卡公司得另寻出路 记者李英伟谢唯一台北报道